这些大象正在获得自由 在马拉维中部的恩科塔科塔野生动物保护区重新落户 在平安到达之前 他们乘卡车从马拉维南部的利翁带野生动物保护区出发 长途奔波了400多公里 非盈利组织非洲公园发起的这项行动 目的是为这处保护区天丁进口重新引进动物 由于偷猎 当地损失了很多动物 有关负责人士说 为保护大象 他们将架设一道电围栏 这处保护区目前动物很少 我们的设想是争取重新引进那里 这里曾经有过但现在已经灭绝的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官员说 在过去20年来 这处保护区的大象从1500头锐减到不到100头 今年计划搬家的有250头大象 自从7月以来 其中的190头已经重新安家 除了大象之外 我们还在引进黑马铃 水铃 还有油猪和其他动物 有人担心搬迁会切断大象的家族纽带 政府官员请大家放心 我们不是前一单个的动物 我们确保把大象全家 从公园A搬到恩科塔科塔 以确保家族纽带能够保留下来 余下的250头大象 计划在明年7月到9月间搬家 美国之音马西纳 马拉维 恩科塔科塔报道 坐下来 那是美麗的